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海摩天轮 周末大放送 马上开始 以及时下不容错过的文化资讯 自2005年中国电视剧上海排行榜颁奖典礼创办以来 电视剧品质盛典至今已经走过了19个年头了 被视为是电视剧迎品的风向标 那今年春天巨要东方2024电视剧品质盛典如期而至 以剧爱成光一路绽放为题 汇集电视艺术工作者表彰优秀作品与个人 共同分享制作经验 展望新年新剧 那这次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去到了 电视剧品质盛典的红毯和颁奖现场 为我们带回了第一线的报道 马上来看今天的探班 作为中国电视剧业界一年一度的重要盛会 今年的巨要东方2024电视剧品质盛典 以光和梦想为主题 过去一年间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现象级大剧 及其主演阵容和主创团队先后亮相 并成品质初心 相聚一堂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开心可以来到今天的品质盛典 你别看我长得黑 就是那咱下次别算黑 就是全新的尝试 应该做集体的制衡 我实际说对 幸福的时候就是在天上 其实我们在拍一个戏的时候 感觉到我们拍了个好东西 里面塑造了形象各异的美女特工 比如说过样的冰山戏 冰山戏 王立坤 知情戏 知情戏 李依同 纯情戏 诶 那是雪景啊 女士是真的 我 我爱打游戏 对我来说今年还好 因为龚老师在我旁边嘛 要拉着我一把 我俩互相有个这个支撑 每天改稿 因为每天人员名单都在变 我想把每一位老师都提到 就希望他们被提到的时候 比较开心呀 今年的爆款剧《漫长的季节》 不完美受害人 以及樊花 备受与年度品质榜样剧作 可谓实至名归 本届盛典的最大赢家樊花 以电影质感绚烂的影像 展现了上世纪90年代 《护上而女》的奋斗故事 与社会风貌 是一次影视与文学作品的激烈碰撞 演员胡歌 唐岩 新直磊 陈龙 东勇 陈国庆 同陈杰等先后登台 凭借樊花的绽放 摘去了品质之果 现在走在路上 十个人有九个人叫我陶陶 另外一个人 刚才不叫我名字了 直接我玩一个黑戏了 再次感谢王家卫导演 把《不想最大》留给我 到今天我开始慢慢地感受到 这句话的真正的含义 我当时还是有一种 就是不敢相信吧 可能有几个月的时间 在组里都是有点惹惹不安 然后到后期才说 慢慢地去享受说 我终于是拍上繁华了 这样一个心情 凭借摘剧 问鼎卓越品质之星的胡歌 与摘下年度品质实力巨星的心之蕾 首次分享了自己在繁华中 关于神秘角色A先生的拍摄经历 没有正脸 甚至连侧脸都是隐隐约约的 就是仿佛是我又不是我 我就觉得这个是导演的高明之处 其实他是把最终的这个答案 是留给观众 因为在李李的心里 就是A先生永远没有离开 阿宝和李李本来完全是没有任何交集的两个人 他们会在相遇之后有那么多的连接和那种四次相识的感觉 就是因为当你心里面永远住着一个人的时候 可能你看什么都是他 胡歌更是在现场回顾了三个十年来 自己演绎过的李逍遥 梅长苏和阿宝三个代表性的经典角色 用大哥大和三十年后的自己打了一通电话 还有人认识你吗 有 你还在做演员吗 我觉得我可能比较幸运吧 就我也是绝大部分演员都是正面人 其实真的角色和自己它是会相互影响的 角色身上的光环或者那种气质或者那种精神 如果和我自己的价值观相符的话 它的确是会一直留着的 所以就是可能我每一个塑料库的角色 他都会给我一些力量 另一部年度品质榜样剧作 《不完美受害人》 从职场性侵 家庭暴力等法律案件切入 把女性所面对的不同人生困境 展现在镜头下 周迅也凭借在这部作品中的精彩表演 荣获卓越品质之星 每一个人在遭遇侵害的时候 可以输出法律途径 勇敢地保护自己 每一个男孩 每一个女孩 每一个男人 每一个女人 记得要勇敢地保护自己 剧中的其他几位主演 林允 董洁 钟楚希 以携手亮相 分享起自己对于角色理解和拍摄体验 我觉得李怡她代表了一个类型的女人 她很单纯 她的单纯是在于说 她深深地爱了一个人之后 她会保护一切的 每个人都是在一个灰色地带里 通过演员 她的一个演绎和理解 然后可以让这个人更加的饱满起来 雁明她是一个警察吗 其实她也觉得 就是帮这个招寻 去让她去说出真相 就是一件可能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她还是选择了试试 无论这个事情多么的难 她不能去放弃 剧中有不同职场 不同身份的 不同的受害者 然后我就会去问别的演员 就是你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情 你应该怎么办 就是我们共同一起 一起在这里下 就是想各种办法 就是让自己带入进去 其实还是要尊重自己的内心 然后勇敢地去发生 漫长的季节 在过去一年 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导演辛爽 为命运的残酷 披上浪漫的色彩 让时间成为故事的主角 凭借这部作品赢得了 年度品质导演的奖项 我也要感谢王师傅 谢谢王师傅 你又把你的火车 带着我们开到了上海 该剧两位主演 范伟和林小杰 则分别摘得了 年度品质荣耀巨星 和年度匠心表演巨星 王翔在漫长季节中 被秋天奉了半辈子 那么品质胜典 瞬间让王翔走进了冲天 将目光聚焦于 东北铁路干线城景的 南来北往 荣获年度全媒体品质热播剧作 该剧主演白静庭 金晨 丁永代 李乃文 刘冠林 江妍 也再次相聚 重现剧中经典桥段 带观众重温一列火车上 四十年的烟火岁月 这种烟火岁月 这种烟火岁月 像跳舞啊 就是我们那些舞蹈的动作呀 还有一些好玩的一些词儿啊 就是反正都是现场碰撞出来的 但是我有提前做功课 跟我妈去那个 好好聊了一下那个年代的事儿 还有就是演老年人的那个状态 我提前会就是 会塞点东西在那个小肚子上 就是体态上 对 体态上 让别人觉得 可能开上去 会像一个 年纪大一点的 既有喜剧元素 又有年代的二度 正好在我现在这个年终段 让我觉得 真的是可运不可求的角色 整个创作氛围 大家在一起每天特别开街舞 都希望对方可以更好 自己才能好上家好 演员张雨起 凭借讲述都市女性职业成长 和爱情选择的繁华四季 以及聚焦中国圆外医疗队 在非洲就此扶伤的 欢迎来到麦乐村 这两部热播大剧 荣获年度品质演绎巨星 欢迎来到麦乐村 也摘得了年度特别品质剧作的荣誉 彼此也许 愿不许 那一天也成功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性格 就是比较的飒爽 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 我现在在他们上学习到了很多 然后留寄在麦乐村这个 五眉慧长的身上 我没有想到一个人可以在 如此就是困难的情况下 完成很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相对于演戏来说 我觉得有时候 我们这个工作 我们太渺小了 盛典也回顾了 一系列题材各异的现实主义作品 由将镜头瞄准 新时代消防工作者的 他从火光中走来 之前对于消防员的概念比较抽象 可能只是停留在 大家宣传 或者说看到的一些影像 没有切身具体的 我们剧组自己搭的一个地震场景 还有就是室内的旧火戏 因为他我们真点火的话 在棚里搭 其实很容易真的造成这个窒息 有致近隐蔽战线上热血英雄的梅花红桃 他抽烟 翻菜单 拿包 用的都是左手 是我第一次尝试 谍战自材的电视 也挺挑战的 我也多看一看 当时那个年代的纪录片 之前那些老一些的作品 也有展现国货自信 和民族服装品牌发展的 《我要逆风趣》 而且现在国货越来越兴起年轻人的喜爱 大家的喜爱 然后真的是走上国际 所以我觉得应该给到他更多的一个关注吧 而今年《品质巨匠》被授予了著名表演艺术家焦黄 他以步步精品的艺术成就追寻崇高的戏剧理想 为一代又一代电视剧人树立了终生追寻的旗帜 我还是想很有机会再为大家多演几个戏 或者一点戏也好 以影像全是奋进 以荣耀激励成长 今年也将会有更多好剧 亮相上海广播电视台各个频道 期待您的关注 戏剧如人生在方寸之地 即可演绎世间万象 城市及舞台 不只在剧场 以能够感受戏剧百态 今年春暖花开之际 一年一度的城市戏剧嘉年华 2024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股近日官宣启动 那今年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演出 还有哪些不容错过的活动呢 赶紧来开启今天的亮点扫描板块 祝贺 2024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股正式开启 即将于4月26日开启大幕的 2024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股 将主打名剧展演 全程有戏 一戏剧大赏 三大经典板块 展演中外经典精品剧目 达到创纪录的24部 104场次 覆盖九大剧院 上海首演率达83% 改编自作家孙甘露矛盾文学奖获奖小说的话剧千里江山图 作为戏剧股开幕大戏率先登上舞台 加拿大戏剧大师罗伯特勒帕吉首次来户 亲身演绎经典自传时代表作887 户上本土爆款音乐剧爱情神话 王耀庆主演的单人剧低音大提琴 中国国家画剧院出品画剧 恋爱吧 契和夫等人气佳作 共同展现戏剧艺术的无穷魅力 与市场的号召力 恰逢中法建交60周年 现代戏剧股特设结中结法国戏剧单元 带来世界戏剧泰斗 彼得布鲁克的最后一部戏剧作品 暴风雨计划等多部法式美学佳作 好奇开启了我们对一切未知美好的憧憬 经典的文学著作则是认知社会的一扇窗口 在时代的恍惚中 你我都在书写永恒不变的爱情神话 我们选剧首先它最有代表性 第一个经典精品 第二个就是上海首演 一些国际的大牌的 有些成就影响力的一些民导 民剧民团来到我们静爱西极国 我们自己始终建置自己的文化自信之强 所以说今年我们有一些中国的 最具代表性的一些剧目 包括《路透祥子》 包括《雷鱼》 包括《边城》等等 这些中国观众二手能详的一些名剧 戏剧股应当说它有古籍的一个成分 也就是说它有非常先锋的一些 国外的国内的好的剧目 但它更多的还要照顾到普通的戏剧观众 有些剧目应当说它已经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定会有很新颖的东西 《全城有戏》是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股的最强标识之一 今年市民们有机会在各大商圈14个街镇 偶遇300场次的全民活动 戏剧攻防 快闪演出 与随机出现的戏剧大师面对面交流 春日美好 戏剧温暖 国际静安 全城有戏 4月26日至5月13日 与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股携手 共同走进一场城市里的戏剧狂观 低音大提琴是整个乐团里面声音最低长的乐器 最低可以听到低音音 可以刺激荷尔默的分泌 我给大家听一下 低音大提琴 个头比大提琴还大 几乎与人的身高持平 在乐队站位中 低音提琴声部 通常比大提琴声部更靠后一些 属于边缘打工人 曾在大小荧幕上塑造过诸多人物角色的王耀庆 此次将要在单人剧低音大提琴中 饰演一位普通的低音大提琴手 挑战一个人一把琴 引出的一部独角戏 我其实每天排练都会花一两个小时 尽可能地把这16个小节 拉得像是那个样子 我就觉得也是给自己一个挑战 给自己一个再回到舞台上的机会 六点了 那不是一个晚上没睡着 是每个晚上都睡着 作为2024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股的展演剧目 低音大提琴眼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排练 该剧的故事从一个失眠后的清晨开始 男主角需要准备出发去上班 与过去的每一天一样 他信手拈来地给自己做着早饭 谈起自己的过往 无法摆脱阶层束缚的他 选择了默默无闻 却始终在不甘地挣扎着 我知道 我们低音大提琴 在乐团里面不常被人引起 但是低音大提琴在乐团里的作用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十二把低音大提琴同时开始演奏的话 那其他乐手都可以打冒回家了 因为低音大提琴的爆发力 其实这一段是我们可能花了最长时间排练的 当他自言自语的时候 但是手上的火从来没有停下来 这一切必须在一个很流畅的一个过程当中完成 他是其实一个非常深刻的戏 他讨论的是一个在社会上的阶层问题 讨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面 会面临到的日常生活我们的一些心情 该剧来自德国编剧帕特里克·巨斯金德的精心创作 是欧洲话剧舞台上长胜不衰的经典剧目 2003年低音大提琴中文版在户首演 当时的男主角杨毅如今成为了此轮演出的导演 携手当年就参与到舞美设计的沈丽 和全新加盟的主演王耀庆 强强联手打造属于2024年的低音大提琴 专家说睡前喝一杯热牛奶有助睡一口 网上又说睡前喝一杯红酒可以让你安然入睡 睡什么睡成 我提装上去 我觉得演一个人的戏 的确是需要一个强大的个人魅力 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很文艺的东西 所以他很合适 他说你当年那么年轻的时候演的戏 我现在四十九了 你让我去演了个事 我会很错 你想想一个二十多岁人 他说他今天想追求爱情 我要追求生活 我觉得很正常吧 对吧 但是当一个四十多岁 接近五十岁的人说 我还想追求真正的爱情 真正的生活 我那不一样 深度 我如果在排练室里面排练了四个小时 导演就会演四个小时 杨毅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演员 所以我也是希望能够来学习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四月十二日 单人剧低音大提琴 将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 期待您届时走入小剧场 见证这部作品再次展现其独特魅力 也在其中 召见身处社会洪流中 渺小的自己 走进昭原 眺望二楼阳台 一个巨大的紫色心形气模 格外引人注目 这就是音乐剧《爱情神话》里 老白的家 在该剧即将迎来二轮演出之际 剧中置景的一部分 也被搬到了老白在张言的新家 以特别快闪电的形式亮相 让大家从剧里到剧外 感受别样的上海味道 看了去年的音乐剧《爱情神话》 然后特别喜欢 这次呢就是想看看音乐剧 到底是什么个快闪电 我觉得它整个布展还挺有意思 不只是给你一些信息啊 故事大概的介绍 它还有一些更多的互动 这些装置其实是为了 今天戏剧股的这个快闪电而量身定制 所以我们很希望在演出之前 我们可以有一个空间 让观众提前了解到 原来这个戏是讲 梧桐区里的这些爱情故事的 在这间现实快闪电里 观众们可以深入体验音乐剧《爱情神话》 从剧本写作 音乐创作 到服装设计 到剧制作等全流程 我后面有一个空间 它其实是老白的一个会客厅 展成了一些老白这个角色的扮演者 比如说我们刘令飞 他小时候的一些照片 那我们同时也搭了一个空间呢 它其实是服装造型设计的一个展成 比如说李小姐呀 比如说格罗里呀 还有北北 他们在戏里穿的服装 我们在里面可以看到音乐剧的京剧 我们用了一个互动抽签的方式 等待来玩的小伙伴 有几个非常好玩的音乐装置 也就是说您可以过来戴上耳机 来听一下整个这个音乐剧里面 好听的一些歌曲 即日起至4月14日 老白邀请您来位于张元八号楼的家中做客 探索剧中人更为真实的一面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全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即将开启 也祝福大家一切顺利 下周日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